各位小朋友,我是Terry哥哥 今天由我帶大家去認識音樂 學習更多音樂豆知識 豆?青豆還是紅豆呢? 哦,原來豆知識是日文 意思就是比較少人認識的知識 相信大家都在學校上過音樂課 但是,你知不知道 音樂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豆知識 讓你去認識 今天就等我Terry哥哥 教大家關於鋼琴的豆知識 是啊,不知道你家裡有沒有鋼琴呢? 你有沒有在學彈鋼琴? 鋼琴的英文叫做Piano Piano Piano 但是,你知不知道 這個字原來本身不是英文 它本身是意大利文 意大利粉? 不是,是意大利文 是意大利人說的語言 在意大利人的語言中 Piano是解作小聲的意思 蛤?今天我們彈鋼琴它很大聲的 還說它小聲? 沒錯啊 原來在鋼琴未出現之前 大約五百年前 最流行的劍本樂器是大劍琴 它可以說是鋼琴的爸爸 它的樣子很像鋼琴 但是呢 它又做不到大小聲的分別 即是說 就算你很大力地彈 還是很輕力地彈 都一樣大聲 來吧 現在來看吧 現在來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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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Terry哥哥先說到這裏 我還要去找其他豆知識回來 下次見 拜拜